王力宏 延燒半月的王力宏和李靖蕾離婚風波 讓王力宏優質形象全毀 目前人在隔離的他出關後的動向 因就是外界關注焦點 接下來的重點因就是和雷神重啟談判 或是進入法庭攻防戰 然而近來也有越來越多反雷神的聲音 有一名資深學長是王力宏身邊工作人員的網友 代替學長以五點聲明為Hop紅喊淵 逆風舉動掀起網友一片熱議 這位畫名黑喵警長的網友Po出常溫 表示學長是王力宏身邊工作人員 他正在外人角度來看雷虹直鬥 首先針對出軌一事原Po只言 王力宏和平時身邊工作人員關係很好 出席活動和日常工作都有工作人員陪同 回酒店也都住在工作人員隔壁 他私下見什麼工作人員應該都能察覺 但目前工作人員都不知道王力宏出軌的事 原Po也坦言王力宏婚前的確玩得很happy 但是他把世界看得高於一切 而且很重視自己的名聲 所以婚後就再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行為 按照這個說法 當初李靜蕾的那篇毀滅市長文提到 王力宏劈腿約炮的部分因都是婚前發生的 因是哄哄與阿妹蘇琪以及李靜蕾之間 感情到底有沒有重疊也是撲朔迷離 後來李靜蕾也被挖出 與前任律師男友的感情糾葛不清 甚至傳出兩人一度論及婚嫁 當時雷神一句 訂婚新聞是誹謗 就四兩撥千斤化解掉 如今再回顧這段 也讓大家的心中中下問號 原波還認為李靜蕾手上沒有任何 王力宏出軌的實質證據 至於百兔妹妹Yumi的裸照大頭照儀式 原波則說王力宏事後翻找聊天記錄 發現都是在談公事 並無提起任何私人感情 此外不僅網友風向改變 還有一代鐵肺歌後珍妮先生也在臉書怒罵 罪毒婚嫻他那第一次網友可以第一 意思就是按摩李靜蕾 有網紅叫母豐號的馬曉婷同一也對雷神提出質疑 表示李靜蕾有學歷有家庭 一逼很多女性佔盡優勢但卻在完全清閒的情況選擇充滿風險的婚姻 還剩下三名兒女 王力宏婚前婚後都紮得明明白白的 是欺騙了大眾和粉絲 但是他沒有欺騙李靜蕾 李靜蕾在明智的情況下去做了自己的選擇 說自己不圖錢不圖進上流社會直途一個家 卻能安心在家生三個漂亮的孩子 王力宏的民歌歌手表述李建復 日前也引用戰國社真生殺人的預言故事 趕開留言可畏看似在為表直王力宏喊冤 而表述的一番言論皆獲得不少迴響 紛紛流言力挺哄哄哄 作口塑驚 但願不亂出新 我們等他 三人乘武希望哄哄堅強 We trust him 雷神李靜蕾和王力宏離婚後 一篇毀滅是常文讓王力宏情歌王子形象全會 不但出面道歉還暫時推出演藝圈 只是這場雷洪之鬥也牽連不少圈內藝人 Vivian徐若瑄因此被網友按指為小三 不但連發三篇文章強調清白 老公李雲峰更發出聲明力挺 昨晚平安夜Vivian再度發聲 除了祝粉絲們聖誕快樂之外 還特別標註保持善良解憶 雖然Vivian並沒有加以解釋 但應該就是對捲入小三風波的無奈行程 此外有PTT相迷發現大陸網友最近風向轉變改挺王力宏 就此李金蕾宣布收帳後 抖音、微博、力挺王力宏的發言迅速激增 就連他的歌也連續好幾天攻佔抖音熱門 小明分心應該是這群年輕的吃瓜群眾 聽了王力宏的歌看了他的人之後 這歌好聽人長得又帥氣 實在討厭不起來 在連紅製作中落敗的哄哄忽 忽然開始長粉 讓不少網友閃眼知乎 這這這這這什麼神級反轉嗎 喝不 喝不